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潮聚焦 菅义伟 日本新首相 两个小时之前 刚刚跟习近平通电话 大概通电话的时间呢 大概半个小时 我相信他们得有翻译了 还有翻译的时间的话 那半个小时可说不了啥 咱们讲节目 随随便便就可以讲二十来分钟 我还得俩嘴紧着 对不对 他中间如果加翻译的话 三十分钟 就现在的时间概念来讲 显然什么都没有 那菅义伟在 我们看到这是台湾的中文媒体的报道 因为我先看到是彭博社英文媒体又报了 那他呢 这篇中文报道呢 应该是汇总他能够看到的 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 没有提到邀请习近平访日的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基本就流产了 我们当时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节点 安倍晋三去年当时把他作为这个 邀请他参与国事访问的时候 是因为日本换了天皇 老天皇退休了 让位给了儿子 那王岐山当时代表习近平出席了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 当时新的日本天皇 最早见的就是川普总统 所以这是一个国事访问 这种国事访问代表着日本国对今天的习近平的中共的政权 他的国体的承认 结果这件事情就推迟到今天 本来是今年四月份 那是去年定的事情 今年四月份说好了去看这个樱花 那习近平自己干的事就把这件事给干了 在早在三月份的二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还在一再强调 大概不下三次强调 习近平四月份一定去日本看樱花 一定要去 那到了四月跟前 就连奥运会都给取消了 绑票了奥运会 他习近平就去不了了 所以如果习近平去的话 就确定了习近平王位的位置 这是确定习近平王位的 他是以国賓的概念 那新的日本天皇就要见他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礼仪本身 而这礼仪当不存在 当这件事情被新首相给DQ调 给取消之后 也就是说在新首相的概念当中 习近平不具备国賓的资格 对日本国进行真正的国事访问 这对习近平而言 就是一个认证书一样 就像认证一样 日本人不认证 不接受不认证 这是一个玩两个政治团体 就是说今天习近平在日本人的概念当中的 不是曾经的他 曾经早已经消失了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 上任后跟习近平首次通话 大家瞩目到以国賓身份访日一事 那菅义伟在通话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基本就废掉了 NHK 那这篇文章是借助NHK报 也就是日本最早第一时间报出来 九点钟通电话半个小时 向媒体表示 电话中祝贺他出任首相 两国持续发展 菅义伟他告诉习近平 日中关系稳定 不仅只是两国间的问题 对于地区跟国际社会极为重要 要透过包括首脑在内的 两国地区国际议题 进行高层次的紧密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官方式的做法 菅义伟对习近平而言绝不陌生 因为他一直在安倍晋三的内阁当中 他应该是做内务大臣 他有点相当于 有点相当于当时安倍晋三的那种 最亲密的内臣 所以对安倍晋三的八年来的 中日之间的这种关系 安倍晋三的做法的一切 他很多对他来讲 他就是执行者 政策的执行者 包括对中共国的态度 所以这根本不是问题 如果一个两个很熟悉的人 那因为菅义伟的身份的改变 只讲一些表面皮尔仓的话 这是皮尔仓的话 而不触及到任何根本的话 那说明关系是疏远的 而不是保持的 那不用说再拉近了 关系是疏远的 而不是保持的 对于习近平访日一事 菅义伟在会谈中 根本没有特别讨论过 就没有谈到过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应该是必谈的 因为他是新首相来的 那那件事情 是上一任首相 对习近平正式提出来的 国民访问 身份一切 包括行程安排 包括日期 全都确定的 一切都确定的背景之下 被菅义伟给DQ了 莫无作声DQ了 这就是两国关系倒退了 如果有着起码礼仪的问题上 他菅义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他菅义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对习近平的重要性 他起码在会谈 两个人的礼仪会谈当中 都会很礼貌的说 依然希望习主席 以国宾的身份 对这个在恰当的时候 对日本进行访问 那尽管现在是大疫情 我们遭遇了不可抗拒力 所以他怎么也得讲这么一句话 这么句话没有 这么句话没有 所以我相信朋友懂得我说的 这是一个礼仪的问题 那如果菅义伟不顾及礼仪 根本不提及此事的话 这就是DQ掉 习近平的国宾身份的国事访问 你要知道这种故事了 日本人的做法也是比较 比较那个的 就是说他不像川普那么直接了当 然后提到16号正式上路 20号开始见领袖 今天是26号 25号 川普澳洲总理 英国首相 欧洲理事会主席 韩国总统 在跟习近平通话之前 先跟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电话 确认日本印度美国澳洲 将实现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议题 合作之后 才跟习近平通话 所以习近平的通话 是被排在韩国印度澳洲 等主要领导人之后 前面所有的这些领导人 都反映出那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的背景 他们有了共同的价值观 他们有共同的理念 民主的社会 这是一个菅义伟他选择的概念 在上午先跟印度通话 跟印度总理通完电话之后 再跟你通话 也就是说 菅义伟再次确定 以印度日本 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 为中心的确保印度与太平洋的 自由开放的合作背景之下 就是确定了围剿中共国的 四国协议的背景之下 再跟你习近平通话 显然就是拒绝态度 这个我相信朋友能理解这种拒绝态度了 这是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 原本邀请习近平四月份 国宾身份访问 疫情影响 而日本国内不欢迎他 以国宾身份访问 那尚未进入协调阶段 回避敲定确定日期 而菅义伟今天过而不谈 所以肯定是无疾而终了 故意不谈已经不叫无疾而终了 而是完全DQ 我以为叫DQ 那在中美之间冲突加剧之后 中方想拉拢日本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最主要的是自民党的总干事 干事长二杰俊博 结果二杰日前 雨带玄机的说 期盼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 实现这个目标 很显然就晚了 心平气和 原因就是现在愤怒异常 日本人在他的日本的政坛当中 对中共国处理 习近平处理大疫情一事 一定是愤怒异常 他不表现出来 他不像川普的表现 他有他的表达方式 自民党保守派一员团体 叫保守团结智慧 今天同时向首相府 递交决议书 要求取消习近平国宾身份访问 原因就是会被遗消打访问 这个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故事 今天太多的新闻其实没有 我们等的是这个消息 看他最后说出什么来 没说出什么来 他干出了一个事 应该在我眼睛里 是把习近平DQ掉 所以时间 在我以为 在时间的背景之下 你可以看到 在貌似平静 甚至人们都已经定格的背景之下 中共的完结呢 既出乎人们的想象 又在更多人的理解跟认识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